鑰匙請問有賣巴比托嗎 沒有 這個藥你不可能買得到的 沒有處方前 鑰匙是不可能分售巴比托 但若是黑藥的管道 那就另當別論了 一定會有客人不想要這個藥 他可能覺得家裡很多 或者是沒吃 用不到 那他就會給藥局 那就會看藥局有沒有收 有些藥局他會收 他很敢 有些藥局他不敢收 因為他怕違法 那如果你收了之後 你就是可以試一下賣給別人 管制藥物抓緊緊 就算是黑藥買賣 市面上也是少之又少 但網路上搜尋關鍵字 真的有人明目張膽 販售巴比托 影片中直接秀出巴比托 有粉末狀也有液體狀 全部來自一個臉書粉磚 名稱更超大膽 使用簡體字命名為 無需處方即可在線 購買物巴比托 不用醫生的處方簽 就可以買到巴比托 因為那個粉磚有點怪 不像一般正常的粉磚 點開粉磚裡面的文章 不僅標榜可以直接寄送 甚至寫下大部分藥物 都是從秘魯印度和台灣進口 還表示 無巴比托大多使用在安樂毛小孩上 謠言可能是從獸醫流出 沒有記錄在表單上面 我們都是6萬到30萬的罰款 無巴比托它其實是一個安樂體的制作 可能用在我們一般的使用 一個藥物品 獸醫公會駁斥謠言 但網路上是否真的買得到 巴比托管制藥 還是有人故意亂訪消息 恐怕得等相關單位介入 一一查清楚 三星星的姜文璇 徐昌雲 台北暢報報導